Tarri 这个裙子也是在桃宝上买的 店铺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我觉得超好看 你今天可以分享我的头发吧 是啊 外面一次卷发 我就知道你很喜欢 OK 我继续了 阿姨们跟我聊天呢 拜拜阿姨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期 我从国内浩浩荡荡带回来的一些 非常好用的一些单品 用起来也挺多的 Let's do it 大牌的粉底液 但是呢 是国内特供 为什么不能在海外演出一出呢 我今天呢为了更好的给大家看到 我左右两边就是用了两款我心里的No.1了 左边呢 比较轻透的这一边 是兰蔻的这个UFO Tarri 的妆效在国内啊 就是在广东这种比较湿热的地方 好看的 寒积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水光在里头 但是又持终了特别久 而且它最后出了油以后 皮肤就是那种 就是有光泽感的 最最最最好看 唯一不喜欢的地方就是 它呢 会凑 测漏就跟之前NARS的粉底液一样 也是就特别好用 但是就特别的测漏 那我现在这个颜色是PO01 最白的颜色 跟我的脖子是一个色系 就非常自然 遮瑕度在于中度或中度以上 干皮会非常喜欢它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质地 就像水润的粉底液一样 按到皮肤里每一个毛孔 它都溜一样吸收进去 看上去很清透 很光滑 那这支呢 在加拿大季节这一段时间 我给大家测下来 我发现就是 在那么干燥的地方 它会让整个脸看起来 稍微哑光 霧面一点 你看我现在皮肤就 不会有在香港出来那种 水光的狠的感觉 它和季节很大的关系嘛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 就是它在我的皮肤上 自然 哑光 透亮 然后微微有一点点 那种好看的光泽 现在我已经上妆 有差不多两个多小时了吧 微微鼻翼 有眼出油的 但它不会花 或者不会融妆 就整个在皮肤上 表现力 max 好喜欢 那另外呢 就是Makeup Forever 这支HD Skin Cushion SPF50 非常的优秀 因为它是雾面嘛 它的原生粉底液 HD Skin Foundation 那支在我脸上 有一点点太难融进去 看上去比较干 不知道为什么气垫 让我这个脸上 是完全可以吸收的 质地啊 就比较干了 出来比较奶油 没有流动性的 粉底液的感觉 它在我心里 其实是比较厚积薄发的 一开始我觉得 好像有点难推开 因为你拍哪 它就在哪出现一块 粉质在我鼻翼附近 不是会看起来比较粗大 进不了毛孔那种感觉吗 它过一会儿出油了以后 又能把这个气垫 很好的粘回来 融合在一起 这一支是一恩零零 在我右边 就可以明显感觉到 它比蓝蔻那支 整个要 啪 提亮很多 两支都不氧化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查试一下 很可惜就是国内可以特的配供 再就是两支很好用的妆前 现在这个季节推荐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还没有到春夏 需要比较高的防晒指数 这两款防晒指数比较低 所以相对来说 它是又有防晒又有隔离在里面 让你皮肤整个状态是比较舒服的 省去了有一些防晒 可能比较粘腻啊 堆叠很厚的那种感觉 第一支是Barbie Brow的这支 我在国内非常喜欢 把它搭配各种气垫来用 前面给你打一个非常有光泽 近乎珠光的一个底 铺开了以后你会觉得 比较好的一个提亮效果 所以你再去用那种 清透一点的底妆的话 它让你整个皮肤看起来又自然 又很透的感觉 还能持妆 那这支防晒会比较低一点是SPF20 干皮会更加OK一点 因为它上到皮肤里 你还是能感觉到一层厚度 没有什么太阳晒到化的那种底妆 只是自己自身的出油的话 它控油还是不错的 另外一支呢就是SPF会优秀一点 SPF30 PA加它加隔离太阳 以及防晒的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就是用它这段时间呢 我会有新的班会生成 干皮很喜欢的 很水润的一个防晒打底 清透 基本上像水一样 就浸到你的皮肤里了 这款的使用感 我觉得是比Bobbi Brown那样好一点 就特别特别舒服 特别是你皮肤紧绷 然后比较干的那种状态 被北风吹过啊什么的 你用它 好像整个脸就是能呼吸了 像我今天也是用了它打底 因为我知道隔壁有一个质地上来说 比较没那么好推开 没那么润的那种粉底 我觉得就是跟这一种类型的妆钱配在一起 特别舒服 这两支呢就是我在国内用了非常多 然后我很喜欢的妆钱 定妆散粉 戴科的这一支 11号色 虽然说这个口很大 粉扑也是非常不吸收 然后你这么拍在身上 你会觉得哇好飞粉 但其实它钻毛孔的能力非常强 而且它很能抑制你自身的油脂分泌 还有一个很好看的去黄体亮的一个效果 拍到脸上 粉质细到你基本上看不见拍到哪的感觉 拍过的部分 整个脸就像灯泡一样亮起来了 不会让你整个脸一下子雾面起来 或者哑光起来 我觉得还蛮喜欢它在脸上呈现的自然 微微颗粒 不会带走你的脸上的一些光粉 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春夏我就不知道 咱之后再测 这段时间回国用的最多的一个高光 光影素颜 高光修容粉饼 它是一个哑光的体量 小小这么一颗 非常适合你出差 旅游去用 那我呢比较喜欢放在眼下这个部分 一直到太阳逊 有些粉底 比如说像今天这个makeup hour这边 其实你不用太刻意的去用散粉去定妆 直接用它去定我的眼线啦 还有这边 我们打在这里 最周的这个皮肤 看起来更往上提一点点 然后呢 再就是下巴这一块 好像你摸上去啊 这个粉在皮肤上 没有任何的反应 没有任何的呈现 很巧妙 又很明显的 帮你把该膨起来的轮廓 膨润起来 超爱这个的 如果你没有试过的话 我们强力推荐 是我这一次回国唯一带的一个高光 国内这一次我很惊讶 我居然没有怎么太买腮红 然后我这次国内用最多腮红 就上次视频跟大家分享过的这一只 Dewi Lab 那种很油润的粉底液上 你也可以直接用它 一个是三文鱼色 一个是这种有一点点像陶土色吧 你把它揉在一起 很漂亮 它就是给你那种很日杂 然后淡淡的一个感觉 我再脸上也是用它 这一次呢 我在香港 买的一个HolicaHolica的 Shall in the Sea 裸色 松色的混合 粉红色系我没有怎么太用 除了这一只 饱和度比较低 画在眼睛上是那种 皮肤很好 然后肉嘟嘟的一个感觉 我非常喜欢 带着藕粉色系的几只颜色吧 它给我一种 很日常很好搭 然后你几乎不用画任何的眼线 让你的眼神变得比较深邃 很好看的日常粉色系眼影 这只可能国内的朋友 都比我用的早很多了 彩糖他们家的一个极细的眼线笔 很持久 特别防水 所以呢 我用它的点 基本上像今天这种很清淡的妆 我就会贴着我那个睫毛的尾部 稍微加长大概可能一毫米 加一点点浓度 睫毛根部看起来比较稀疏的话 你就可以点一点 够细 所以它不会说让你看起来 好像整条眼线不够流畅 一点点很断层的感觉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又来了 它又来了 目的的这个银线眼镜 我上一次视频里吧 给大家推荐了另外一只 丝绒棕 看起来很温柔 像娃娃眼 另外一只呢 就是我现在眼睛上戴的 Tipsy Fig 微醺花果 好适合搭牛仔色系的东西 而且很适合搭那种栗子色的头发 它让我的眼睛看起来非常的聚焦 非常的有神 非常的坚定 但是又不会看上去太凶 浅黄色 包裹住自己眼球的深棕色 融合一体的情况下又拉得比较淡 总之就是好自然 我几乎看镜子会觉得这是我本身的瞳孔 但是比本身瞳孔好看 这些颜色我会超级给大家推荐 其实我不远外里背回来这么多 然后里面还是液体 所以还蛮重的 ProTab Fix 牙套清洁液 就很适合你出去出差啊 或者旅游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你牙套 有的时候我用纸巾把它包在一起 就很不卫生 你就可以晚上把这个打开 然后把牙套放进去 酒店的时候 我就直接把牙套放在里面泡一晚上 一呢 又不会跟各种垃圾的纸巾什么的 被服务员不小心给扔掉了 二呢 泡完了以后你刚戴上去 你会觉得整个牙套 以及你的整个嘴巴 都是那种非常清新 好好好 笑口常开的一个感觉 这个呢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了一个 最近我用的颈霜 很多人做了这个 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九挡的一个热食按摩器 模拟你平时去外面做那种 Swedish massage 它不是会有石头一颗颗放在你的身上吗 这边呢 就是有一个弧形的横切面 做成石头的触感 滑滑的 然后这边呢 就有加热或者是震动 两个挡位 一二三四五六七 九挡是最多 那一开始我没那么喜欢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发现它加到很热以后 其实没有很热 有一次我忘记关了 然后就把它加热在旁边 后面我再拿了以后 我就发现 哦 这就是我喜欢的 Swedish massage 里面 石头的温热感 独度是比较圆润的 在身上给一点力气下去 它不会说特别的个 凹槽的部分去按摩 顺着你机又推 真的真的很舒服 就是很费手 因为你另外一只手 就是在忙活忙活 最好呢是找你的另外一半了 或者找你朋友给你 揉一揉搓一搓 那它这边也有配套的精油 这个精油味道还蛮好闻的 是爱精油 比较淡的 爱草的那个香味 它的这个油感 身体按摩油的那种 不是特别的油润 相反来说 是比较干爽的这种感觉 我就觉得 配搭这个热食 去给你滚动的时候 我现在讲话都要小声一点点 因为我觉得它那个质地 真的很舒服 我好像说的太多了 这个牌子叫Z-Deal 中国制造 So good bro 头发的按摩的东西 叫Nayo 它也是我在搜那种什么按摩术 然后相当比较高的 软硬恰到好处 然后它又很密嘛 好几根手指 用正好的力度 给你按摩到头皮里的感觉 就你可以这么揉 或者是这么揉 随便什么方向 你们觉得 血味被打通 Gujiko 红红粉 头发上比较油的话 这个是立马让它去油 并且看上去没有说 粘在一坨 给大家演示一下 虽然我今天刚洗头 然后头发也没什么油 往上一放 不用按太多下 不然的话 你就会看到一些泛白的感觉 和我的白头发融为了一体呢 然后你手指身上去 稍微搓一下 它就能把这一块 立马很快的干燥起来 不仅吸油 又看起来 有一次我放多了 它整个是炸开了 就特别的烹 这是一个 这次我带回来 我觉得应该会用的 蛮多的一个烹烹粉 看我头发一下 捧起来呢 Oh my God 看到我的白头发了吗 到护肤品了 快速跟大家说一下 这段时间 我觉得把熬夜的感觉 以及导时差的皮肤 很累的那种状态 很粗糙的感觉 一下子哗哗哗 给它止住的 人到的这个 No.1系列的面膜 之前我有一次Vlog的时候 当时是第一次收到 跟大家试过 我当时觉得 无功无过 我发现这次回来 就是当你皮肤极度的干燥 以及极度的粗糙的时候 刚回来前两天了 就是又暗沉 毛孔又贼大 黄到我已经看不到 我的眼睛了 这只就一下子换白 给你补水的感觉就出来了 山茶花系列 质地上来说呢 其实我觉得也不算 特别舒服吧 摸上去是水的 但其实你涂在脸上 它之后会截壳 皮肤就是整个卡住 卡举走 还要冰 皮肤特别粗糙 然后你急需 让它第二天 马上恢复一些水分 和亮白的去黄的感觉的话 清测下来 它还是蛮厉害的 Dior的这个Capture Totale 但法令纹的东西 功效还是比较显著的 它其实是专门 针对眼下细纹的 非常适合你 比如说放在法令纹 这样子一条 打圈圈的方式 给它涂抹进去 放在你的脸部 任何你觉得有皱纹的地方 对我来说 可能就是法令纹吧 如果你再找去 法令纹的东西 差不多用个一周多一点 你就能看到一些 比较好的效果 它会让你的法令纹 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深 我觉得还蛮有用的 夜间修复 以及像我的话 时差感特别重 让皮肤又暗淡 就等等效果 这一对CPU 我觉得很强 首先是修理可的这个RBE 抗氧化的夜间精华 非常好吸收 那种润润的 但是不会油 胶一样扒在了你的皮肤上 白天可以帮你抗氧化 晚上又可以促成你的细胞 自己去修复自身 所以是一个夜间的 一个修复性的精华 比较神奇的组合 在一两天晚上之间 修复感达到一个巅峰 就是用赫莲娜的黑风带 接它去使用 黑风带大家看到 就是我觉得用下来 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极其修复 第二天皮肤又很平整 又很柔软像豆腐一样 弹的又很白 就等等那种功效 多合一 主打修复 一夜回春 再一次感叹 它那功效很猛 30加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最后呢几支 我这次国内用非常喜欢的口红 兰蔻的274 这支呢是老老老老老老网红了 好像真的还没有拥有过一支 刚上嘴 能够给你凹那种非常好看的 嘟嘟的那种唇型 然后掉了以后呢 也是一个非常自然 比较均匀的状态 在光线下它还是能保持一开始有的 以及沉默以后的那光泽的感觉 如果你是春夏喜欢穿牛仔呢 奶茶色系 配搭牛仔色系的衣服 整个妆容就是算 很绝 这个也是我今年回国 我觉得用超级多的 就是兰蔻的这一支274 我感觉它也差不多看空管了 用的很多的一支哑光的口红 Lisa André's Velvet Affair 我最近好喜欢这种绒绒的质地 它其实是那种超级浓郁的 一个土橘色 上嘴还是有一点点 枫叶红在里面的 第一次用它 我觉得突然想到 很老早以前的那个网红色 叫做NARS的Linda 还是个限量款 你记得吗 显气色很多 因为它有一点那个 我刚刚说的枫叶红在里面 你看是不是 我就不用涂云了 它就很好看了 好好看 I love it 这个月呢 是双鱼座之月 大家知道我也是双鱼女 大老远给她背回来的 西西服书店吧 出的一个西服calendar 是一个阅历 很好看的一个简单的版面 上面写着 星期和月份以及日子 同字会写一个问题 你从正在忙碌的事情中 发现了什么乐趣 每天早上翻到新的一页的时候 看到这个问题就是 首先一蒸 然后就开始细思 就很适合双鱼座 喜欢胡思乱想的人 去每天早上的一个 新鲜的事情去做吧 红线隔开 它下面会有 某一本书里面 比较有意思的 一句话的摘抄在上面 大部分书我是没看过的 但是你通过看摘抄的时候 你可能有一点会想说 哦 我有点想去看看这本书 电子日历 其实网上也很多 不过你真的能够 把它放在梳妆台 或者放在你的书桌上 用手这么去触摸着 哪页纸去翻开的那个感觉 早上还是蛮棒的 一天给你开启 诗和远方 买双鱼的 然后也很浪漫 你曾在追逐的过程中 失去过宝贵的东西吗 每次你读完诗后 你就会有一个这样子 震耳欲聋的沉默 我就会要想一下 要理解一下这句话 但就很有意思 我的每一天呢 都会很想翻到 下一天的日历 好了 以上呢 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期 回来以后的第一期 二月最爱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喜欢的话还是一样 在旁边给我点赞给我点鼓励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 可以点击旁边关注我 以后更新的话 你就能收到提醒了 感谢你们的收看和时间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